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現在我們生活的環境四周都充滿著不同的污染 例如空氣污染 街上行車的廢氣 夏天很厲害的紫外線 然後我們長期對著電話電腦 其實都會有藍光輻射 對於我們的皮膚有一定的傷害 所以會帶來很多不同的問題 因為我經常說護膚很重要 保護我們的皮膚非常重要 最近我針對這個問題 就用了Body Shop全新黃牌雪涌花抗氧活肌系列 是主打抗氧、抗污和鎖水的 用了一陣子之後 今天我決定測試一下它們 出發前已經做好護膚步驟了 這邊我用了Body Shop的雪涌花抗氧活肌精華和潤紮面霜 另一邊我用了平時護膚步驟 看看它們是否真的做到抗氧、抗氧化的功效 有沒有分別呢 現在我是沒有塗任何粉底的 但因為要見朋友 我都化了少少眼妝和遮瑕膏 但其他的地方 完全沒有用到任何有顏色的東西 就可以測試到它們的功效 現在就出到銅鑼灣去找我朋友 他應該在H&M那裡看衣服等著我 我逛街逛到我朋友下來找我 快點 然後我去Mucci找這個白桃的藍炮茶 在夏天才會出門 咦?最後一包了 神經病 今天還有玫瑰金的迷你泡幣 快收 不是我 是你的 誰在試呢?你說吧 那我是 我又花錢了 可能不是 因為有觀眾告訴我 正在特價 最後我買了三個 遲些又來Give away送給大家 應該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這是什麼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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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我朋友的男朋友到了 金先生 Hello 這是什麼姿勢 什麼目標 不知道 到了到了到了 今晚我們是喝酒放題 希望我不要醉 喔 喔 一杯 一杯 我不客氣了 我要這個 不要 我已經被迫選了 這個呢 這個很合襯我 怎麼了 真的很合襯你啊 乾杯 煮麥 煮鮑魚 當你去到沒有太多擔心 你會不會喝酒 幫你喝酒你的飯 壽司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知道那個拖羅那個 鹹去到重味的壽司 哈哈 薑 芥末 壽司 哈哈 哈哈 有燒過的壽司 這些就是我的朋友 乾杯啦 哈哈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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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已經回到家了 看得出我喝了酒吧 但我還記得我要做個測試的 我現在手上就有一些BB的濕紙巾 因為今天有戴過口罩 除了有少少的唇彩之外 其實就沒有太大分別的 因為我真的沒有粉底在上面 大家聽到是不是很不一樣呢 現在我是有少少提示的 不如讓我洗個澡 休息一下 再和大家分享 好了 我終於休息完 清醒回來了 現在就不如和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The Body Shop雪涌花抗氧活肌系列 說起抗污染 原來除了環境之外 我們的肌膚都很需要的 現代都市人經常都會暴露 在對皮膚有害的環境之中 我們出一天街就覺得了 很多汽車的廢氣 紫外線 不同的輻射 然後長期用電子產品 他們發出來的藍光 原來我們皮膚80%的傷害 都是來自這些環境侵害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現在我們的皮膚比起以前 是越來越容易過敏 有很多不同的狀況出現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都會聽到 有些護膚品抗氧化抗污染 就是要阻止和修復80%的皮膚傷害 我們的肌膚才會好才會漂亮 說起抗氧化 大家可能會想到或者聽過 近年一個很出名的成分叫Retinol 但原來還有另一個成分 它的抗氧化能力比Retinol高43% 兼具備抗污所需 修復治愈受損肌膚 以及根生細胞的特質 它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主角 雪涌花 雪涌花是一種很珍貴稀有的植物 來自阿爾卑斯山海拔3000米的地方 因為它要抵擋高山極地的環境 例如嚴寒強風或者很強勁的紫外線 所以它是有極高的防禦保護力 以及自我修復再生的能力 而我看資料 The Body Shop是嚴選了來自阿爾卑斯山的雪涌花 採用有機種植化 加上未受污染的空氣和土藥 用了純正的冰川水灌溉 所以是確保生產出來的雪涌花 高質純正和含有高效抗氧活基營養 加上它們在生產過程中 堅守零化學廢料原質 不會對周遭的環境生態造成破壞 現在大家越來越重視和關注 我都覺得非常好 生產完之後 The Body Shop就提取了雪涌花的獨有成分 雪涌花酸和雪涌花降細胞 研發了全新的雪涌花抗氧活基系列 當中雪涌花酸具有高度抗氧抗污特質 可以為肌膚捉起屏障 抵禦環境和自由肌的種種傷害 雪涌花降細胞可以修復治愈受損細胞 深層滋養肌膚 所以現在就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用了一段時間 The Body Shop的雪涌花系列的用後感 這個系列集中五大活基功效 分別是強韻健康、細滑坦紋、飽滿有彈性、透亮光澤 和24小時保濕水潤 我自己用了一段時間 真的會看到它很飽滿、有彈性 還有皮膚是有種健康透出來的光澤 加上它的保濕感是不焗速的 是很舒服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 尤其最喜歡的就是這支 它是王牌雪涌花抗氧活基精華 有兩倍極地雪涌花碎彩 再配合大米提煉而成的天然性態 等等多重天然抗氧成分 就可以做到我剛才所說的五大活基功效了 它的質地不是非常流質 但一推開 你會看到是延展性很好 然後很容易被皮膚吸收 然後它的味道是很舒服的 好像在外面做SPA、按摩的感覺 我的用法就是洗完臉 然後用它來做精華 或者如果那天我有其他精華想一起用的話 用它來做肌底液 先幫皮膚打好底線 然後再用其他精華 它可以幫助我們強硬屏障 以及有一個修復活膚的功效 除了精華之外 還有雪涌花抗氧活基潤澤面霜 都是這個系列我覺得必備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已經用了超級多了 看起來好像很濃厚的 但一推開 感覺到它是很滑 而且完全不會黏黏的 塗完之後它是有一種滋潤 保濕 不是停留表面那種的 它是可以很持久長時間 就算出入冷氣地方 都會感受到這個滋潤感 這個保濕感 它有醫學證實48小時滋潤潤疾肌膚 還經過測試 有效阻擋微塵 防禦室外室內的污染 以及減淡細紋 我自己不是說有很多紋 但用了它之後 我的肝紋是沒有那麼容易浮現出來 這個是真的感受到的 還有這個雪涌花抗氧活肌眼部精華 大家都知道 我是非常重視眼周皮膚的 它的質地 比起剛才面部精華 會多了少少凝膠的感覺 但一樣很好推 而且很容易吸收的 不會黏黏的 所以大家如果夏天 很怕滋潤、很焗促 厚重的眼部產品 這個是非常好的選擇 它也有醫學證實 用完7天之後 有效撫平眼底細紋和皺紋 雙眼會顯得更明亮有活力 我自己就覺得用了它 因為很舒服 它不會有口重 不會焗著的感覺 然後眼睛會精靈 沒有那麼容易很累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 而且味道很舒服 不會弓眼 有些會太濃 會醃眼 它是沒有這個情況發生的 而雪涌花抗氧活肌系列 還有cleanser 去角質幫你清潔皮膚殘留的污染物 有paper mask 還有保濕噴霧 無論你想重點急救肌膚 還是隨時隨地做保濕都沒有問題 值得一提 這支雪涌花抗氧活肌水型噴霧 除了可以抗氧之外 還可以防禦藍光 所以大家如果同樣 平時經常對著電腦、電話 就可以有空噴一噴 我覺得這個功效蠻神奇的 你看到噴了那麼多次 它沒有水珠 很快已經吸收了 然後有一個很漂亮的光澤 如果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都想試一下雪涌花抗氧化功效 和感受一下它的威力的話 大家就可以去The Body Shop的門市 看看這個系列的產品 當然啦 我都會有一點優惠帶給大家 現在只要去infobox的網址 參加The Body Shop的瑞士雪涌花之旅 和你在亞爾卑斯山玩互動遊戲 登記馬上送你 雪涌花精華7天體驗裝 還有機會贏到1萬元的療癒休閒禮券 是不是很吸引 另外如果你購買雪涌花抗氧活肌系列 滿480元 就可以獲得自選50元的正價貨品 所有詳情我都會放在infobox上 希望今天的詳細介紹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用了一段時間 The Body Shop雪涌花抗氧活肌系列 一些用後感和功效 說真的 現在就算什麼都不做 走出街 都有空氣污染 輻射 藍光 然後很多不同的廢氣 我們完全什麼都不做 皮膚是很容易受到傷害的 所以今次我都很開心可以使用到一個抗污的護膚品 挺新奇有趣的 但也感覺到它用完之後很健康 有一種平靜的感覺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四日六更早三 逢四日更早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好